Boot Repair这一支开机修复程式非常好用 那有时候你在一些机器有UEFI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安装的时候常常会出现错误讯息 它会告诉你说开机档案没有完没有办法正确 那这个时候你常常会不知所措 甚至现在有一些机器强调它只支援UEFI开机 在有安装我们的系统的时候 那我们有提供一支Boot Repair的程式帮大家做 程式或者你偶尔遇到说 在使用我们的系统或跟商业软体并融的时候 可能是某一个商业软体已经开不起来 或者是我们的开机选单已经被改 可以在不从新安装系统的状况下 把它开机的状况 状况修复回来 那我们要使用的是 你打Boot Repair 开始它就有一个开机修复程式 那操作方式很简单 第一个你需要有管理权限 所以它开始会问密码 电脑必须连上网络 它会上网下载一些东西 我们只要使用常见的修复模式就好 除非你有需要做特别的调整 我个人比较常用的是 经常使用的是这个 就已经可以解决大部分的问题 当我们按下常见的建议修复模式 然后它就会开始侦测你的系统 先移掉然后再重装 装完之后你就会拥有一个 完整正确的开机修复 会给你 就只要把这个 做的 好像现在这样它告 好或者你 告诉你的过程 告诉你的过程 请则 试 不一定就能有一点 交通过程 它会用来 也会帮助 就是 按摩 d搜索 衝靠 衝靠 这个 是 这 按照這個指令 再繼續按前進 建議你 而不是分割學 你知道 檔案 通常 那他就會把開 層次把他安裝到指定的位置去 過程裡面他會 開機 可以 好 最後他也做完了 所有的系 讓人電腦又可以 完全的開機 好 我們系統有幾個他基本上都會幫大家找出來 好 那這一個 程式 是相當不錯好用的 讓你可以修復 你的開機 程式 好 那這等待的過程 你要稍微等一下 好 好 我就選擇不上傳 好 最後他就告訴你成功修復了這些東西 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所在 然後他還幫你把一些資料記錄在這裡 也就是這邊的內容資料 那剛才我選擇的是沒有上傳 所以他這樣開給你看 如果你選擇 就往網路上儲存起來 好 這樣按確定 這樣你就可以完成開機修復